Hello 歡迎回來JerryJerry的頻道 今次這條影片就是呼應大概一年前拍的一段影片 就是關於一個月在英國倫敦的基本支出 今次就特意拍多一條給自己的紀錄 亦都可以分享給大家看究竟一年之內 因為英國通脹都曾經去過10%以上 在這麼高通脹的環境之下 究竟一個普通人在英國倫敦生活的成本貴了多少 大家可以有個概念 根據上年的數字 一個月的基本支出是1300磅 我想今年可能是多1200磅左右 但實際上的數字我也有點驚訝 究竟實際是多少呢 看到最後就會知道 在說數字之前說了三個今次拍片 即是今次計算上的方法 第一個就是現在是我和CAMMAN兩個人住 所以所有支出是會隨意義 特別是水電煤或者超級市場買東西 那些數字會隨意義 所以一個人的負擔相對會比較重 如果兩個人可以分擔日常的 例如Council Tax 就相對會比較可以支出多一點 第二樣就是 這是我用2023年的9月和10月兩個月 加上的數字除了日數 剩下一個月 去做一個平均支出 第三樣就是 今次的數字只是計算最基本的支出 即是租 日常開支 出去吃飯都會計算的 以及超級市場 但不計算什麼呢 就是例如出去玩 或者買一些奢侈品 這些就不計算在內 所以就是一個最基本的數字 好了 先說到最基本的開支 最基本開支 有八樣的 第一樣就是租金 租金呢 這個相對是大一點的增幅 因為由去年的Kingsdon 搬到現在的Madenhead 地方也差不多大了一倍 但租金呢 就由1350磅升到1600磅 所以除了翻譯呢 租金我一個人的份量就是675磅升到800磅 增幅是18.5% 第二樣就是電和煤 上一個單位呢 我是在用EDF的 當時電的每月 Direct Debit是82磅 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是 去到去年 如果大家有印象 就曾經有Energy Crisis 曾經的標是上到219磅的 曾經收過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到類似的情況 但是那時因為Energy Crisis 基本上你是沒有什麼跟他爭拗的餘地的 所以他收什麼你又走不掉 因為你又簽了約 簽了一年 所以那時候就被迫 有三幾個月呢 即是想走之前 是被他收200磅一個月的 那到這邊呢 就正常一點了 始終我們現在是 House 還有 有兩層 還有 以前只是電的 現在是電加煤 現在電加煤 加上一個月的Direct Debit 就是112磅 所以我除了2 那就是由 41磅到56磅 但是因為曾經很震動 現在電煤費 我又不能太確實去比較 因為它的上落太大 所以我就不比較 已經升了多少了 水了 所以曾經在Kingston 就是用Thames Water 我想相信很多人 如果住在倫敦附近 但是現在搬到這裏 就轉了做South East Water 但是呢 價錢上 都是大概34磅一個人 Sorry 34磅兩個人 所以就是17磅一個人 是持平的 第四樣呢 就是手提電話 那我就用Gifgaf 10磅 就是有 不知20GB的 那我覺得 都是差不多最底的了 那你在英國呢 很多時候呢 很多地方呢 都是上不了網的 那就不如用最便宜啦 那就Gifgaf 對啦 第五樣 就是WiFi和電視了 那我就在用Sky的 那我們因為呢 Blockband Blockband 然後呢 加上有個Skybox 所以電視加上網都是Sky 那你曾經呢 剛剛買的時候就是48磅 那之後呢 不知道是不是過了一年的 那個Promotional period呢 就一變了63.5磅 我也挺肯定呢 這個價錢是偏貴的 但我就沒有時間去慢慢查一下 到底有沒有一些便宜的選擇 還有呢 要查一下那個Skybox有沒有覆蓋我們這間屋 所以就一直用Sky 直接把Sky搬過來這裡 所以這裡增幅就相當多了 升了超過30%的升幅 那就是一個月呢 就由24磅變成32磅 一個人 第六樣 就是 TV Licensing 那因為始終我們有看電視 有電視 所以都先給了 那就是13.25磅一個月 這個呢 這個數字也是沒有變的 那我就保留在7磅一個人 除了2 第七樣 Council Tax Council Tax 就相對有趣一點 因為呢 之前Kingston Kingson這些比較高級一點的區 Council Tax 也會貴一點 那我們是Benc 現在這裡也是Benc的 那當年呢 就在付2000磅一年 那現在呢 就是1410磅一年 那所以呢 除了12磅 再除22磅 一個月一個人的Council Tax 就是59磅 現在這裡 所以跌幅呢 是有跌幅的 這個是唯一一樣呢 今年有跌幅的開支 那跌幅呢 是有接近30%的 那所以 又可以幫補一下租金啦 始終租金升了百多磅 一個人 第八樣 就是新的一個開支 就是Gym 那我們現在就用David Lloyds 就有泳池的 那如果 大家去最便宜的那些 例如什麼 The Dream Group 那些就是沒有泳池 那些 Facility 都會相對舊一些 那就可能是30磅左右 那如果要有泳池呢 基本上呢 都要加多20多30磅的啦 那暫時用落 就簽了一年約啦 暫時用落呢 都覺得是OK 和值的 那如果你譬如一個月 現在是69磅啦 將它 譬如我做到 每個星期做到三次 除了12次 那平均一次是 5-6磅 對啦 但又可以健身啦 又可以健身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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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最重要是 所以就 還有洗澡啦 OK啦 覺得值的 好啦 所以呢 很快就數完一系列的 基本開支呢 就是 上年呢 是835磅 今年呢 就升到上 1050磅啦 將剛才的所有東西加上了 那升幅呢 升了25%的 然後呢 就落第二樣了 第二樣呢 就是Groceries 就是呢 買 平時去 私急市場買東西的開支啦 那上年呢 就是175磅 今年呢 就是200磅左右啦 一個月 那 我想主要的升幅 都是因為通脹影響啦 那不知道 我是近一兩個月呢 覺得 生果或者蔬菜 沒有以前那麼便宜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同樣的感覺 如果大家住在英國 住了超過一年 可以分享一下 有沒有一樣的感覺 但是就 這件事就絕對是逃不過 逃不過通脹的影響的啦 一定是 你和你每天都要吃東西的嘛 一定要買送的嘛 那這件事就 對了 一個開支 就升了14%左右 跟著啦 出去吃飯啦 出去吃飯呢 就由170磅 升到上200磅 那升幅都是十幾個%啦 那都是通脹影響啦 另外呢 其實是可以省的 但是 我們都是保持正常的 外出用餐的pattern啦 大概1個星期就出去吃 2-3餐左右啦 每次其實都起碼15-20磅啦 再吃好一點就另計啦 另外 因為我會入倫敦上班啦 所以那裡也是每個午餐 可能是 10磅左右 然後加起來 就 要200磅啦 那其實數據算起來呢 都是差不多 那當然啦 自己住得越多就 相對應該會越便宜的 那最後一樣啦 就是交通 那交通呢 就相對升得比較多啦 由上年的120磅 升到今年的250磅 那就是超過一倍的升幅 那為什麼那麼多呢 那有兩個主要原因的 第一個呢 就是因為現在搬進來maidenhead之後呢 交通費呢 是絕對升了很多的 那以前在kingston 的 daily cap 就是來回 加加賣賣就是14.9磅 那現在呢 如果我 我用最貴的例子講起啦 如果我是由maidenhead直接搭 Dude contactless 去到 上班我就在bank station 就是送運 就去16.3磅 乘以2呢 那就是32.6磅 所以是由14.9磅 Double 去到32.96磅 那當然就 找方法省錢啦 是不是 所以呢 就找了一個方法就是 用rail card 由maidenhead 搭一輛快車 去到paddington 那這輛快車其實 挺快的 20分鐘左右就進到paddington 那 因為我有rail card 暫時還有26到30歲的rail card 如果不知道什麼是rail card呢 看回右上角的影片 在我來的時候呢 到英國的第2還是第3條影片呢 有解釋說什麼是rail card的 如果大家未有呢 有需要呢 絕對鼓勵大家 買翻張 如果大家是 30歲或以下 或者呢 兩個人一起同行呢 或者是 老人家呢 出去玩一下呢 也鼓勵開張啦 那所以呢 如果我用了rail card 去paddington 的話呢 就是17.8 open return 加上呢 由paddington 去到bankstation 就要28一程 那就是乘2 很複雜的數字之後呢 這方法 坐車的 消費呢 就是23.4 所以由32元便宜到23.4元 其實還有一個更便宜的方法 就是由這裡駕駛半個小時的車 去到一個站叫Hazen & Harlington 就是在倫敦的Zone 6還是Zone 5 就是進了Zone 然後再轉Elisabeth Line 由Hazen & Harlington的站 搭去上班的站 這樣搭是5.1一程 所以5.1一程就是2 就是10.2 然後是5元一日 所以加5 就是15.2 再加油線 我估計大概是5磅左右 所以加上就是20.2磅左右 我想是多一點 因為油費又貴了 但是就是20頭的交通費回倫敦 但是怎樣說也好 一天叫20磅 如果我翻足 因為我現在一個星期是回公司三天的 理論上 如果3天乘回4就是12 12乘回20磅 那就是240磅 所以這條數呢 其實是算得通的 我預設了250磅 你還要去其他 平時去不同地方玩 那又要開車 或者你可能搭到幾個 即是去Central London 又可能搭到幾個站 那又要錢 那裏 所以250磅呢 這個藥數就差不多 另一個 為什麼會多了這麼多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 以前沒有計算油錢 現在加上油錢 現在差不多一個月 入一至兩次油錢 一次入油都四五十磅 所以這條數呢 就會相對升得比較多一點 好了 講完四個範疇之後呢 那這裏呢 就有整個總數表啦 對啦 所以總數呢 就由1300磅升到1700磅 升幅呢 是超過30%的 那條數呢 我都覺得有點突厚 但其實你拆開來看 主要三個原因啦 第一個 搬了屋 租金升了百多磅一個人 第二樣 就是 多了一個健康 健康就69磅 第三樣 就是因為車費 那 只是每天回公司的車費 加上油錢 有錢又越來越貴啦 如果大家有印象 曾經有一天 不知為什麼 所有油錢 貴了10個P PerLiter 對啦 不知為什麼 大家都知道啦 打仗 導致有錢又貴了 所以 主要是這三個原因 導致 日常開支 就升了這麼多 但是 都是那句啦 這個是我自己的數字 緊作參考 當然 都有參考的作用 我相信 大家都要 審慎理財 加上這麼高通脹的情況下 要知道自己的錢 才有方法 可以省到錢 今次的分享 就是這麼多 如果喜歡我說 這些平常的 日常的東西 分享 就可以留言 支持一下 還沒訂閱的 記得訂閱啦 LIKE 星期四 有一條Bonus的影片 是講一下 如何省錢 開支 就要講一下如何省錢 大家就 支持 留意 拜拜